大家好 今天是 2023年的9月7号 这个 今天的中阴线 今天的中阴线 使得很多的指数开始接近于前期的低点 创收款价格的新低就会出现 日线级别的底部的动画 日线级别的底部动画 但是上场指数和上场五零指数在这波表现中比较强 所以未来 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指数之间的协调性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但是呢 有一个大的方向 就是目前从 今年春节之后到现在 运行 大多数的指数运行五浪的下跌 并且处于已经处于五浪的中后期 怎么在这个五浪 买进来才是最重要的 买的高一点和低一点 不那么重要 早一点和迟一点也不那么重要 能理解的答应 好的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这个呢 上场指数是左ABC 是左ABC 那么目前来讲呢 时间还不够 这是33天是吧 由于第一波跌速比较快 那么我当时呢给大家 描述的呢就是一个反弹然后再下 然后把速度调慢 但是现在有一个 明确的信号 就是说管理层在近期特别的合乎这个市场 因此呢我昨天其实给了咱们三个建议啊 第一 如果突破趋势 我们就不等了 就直接买入 你看那个短期趋势在这儿是吧 短期趋势在这儿 你在这个地方买入跟在前期买入 低点买入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你确保我们没有踏空风险 第二 在中后期出现确定性好的低点 则直接买入 中后期不代表末期 也代表了我们可能会买早 但是呢 无非就是扛一段的时间 如果中后期不出现确定性好的低点 我们可能就会等到末期 等到末期的时候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 就找一个确定性一般的低点 就中后期找确定性好的 末期呢就找确定性一般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要买进去的 这里毕竟是12345 毕竟是150天的下跌的 全部的五浪的下跌的末期 所以买进去还是主旋律 主要任务 能理解的单一 市场不会一直跌的 大家放心吧 而且涨的时候你也不会记得现在 这样的行情 这样的心情 好吧 就这段历史 在历史上是记不住的 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还不是那种具有历史性的行情 会被历史记住的那种行情 好的 上次说 上次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深层值 深层值就走的比较弱 上次说呢就是目前跟 这一波深层值跌的还是比较凶的 比较凶的 所以它不会有结构 但是明显的是五浪 那么深层值呢 这一波第一波 一浪 然后呢这个是三 然后这个是五 那速度比较快 但时间短 所以我们说在 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反弹 一开始画的出现反弹 然后再下是吧 然后把这个速度拉平 下面会带结构 目前来看呢没有太大的变化 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短期呢也没有出现什么确定有好的地点 就等着还得等着 好吧 90分钟有一个地板 90分钟有个地板 182分钟它是这个分数最高的 深层值 深层值 走的比较弱啊 创卖是最弱的 是吧 创卖是最弱的 本来这个地方就创了新低 然后这几年的新低是吧 今天呢 跟那个前几天的一个地位相差也不太多了 同样啊 这个一浪线段是这么长 三浪线段是这么长 这个五浪线段明显短 但是经过这些天呢 这个线段的长度好了 够好了 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五的五的地点一定要超进去的啊 所以呢 这个创卖指数现在的目前的位置 今年以来的最好的位置啊 呃 沪山三百 沪山三百呢也是低于三浪目前的位置啊 就今天的售反价格 低于三浪的地点 沪山三百 沪山三百目前走势来讲的要比上升和上升五零好 简单啊 简单 看看上升五零 上升五零呢 还高于这个底点是吧 底点 但是呢他也是阴线实体往回收 阴线实体往回收 近期来讲呢就是 呃明天还有最后一天 明天目前来看的可操作性还是不大 但是下周还是很关键的 我们之前大家记得吧 我们之前说第一周没有可操作性啊 当时就说了两周对吧 就是大上周和上周没有可操作性 然后大上周走完之后我们又延了两周 上周和本周没有可操作性 那上周呢我们还是说本周 但是本周不能说下周 下周是有可能有可操作性 能理解吗 周末别周末又出大消息 问题是出消息吧 我我我今天文字课也跟咱们学院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说现在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市场 这个管理层非常合乎这个市场 就保不齐呢就我跟你说最狠的一招就是直接动手 你们明白吗 不出什么利好消息出什么 我就提前告诉你股市要涨了 我一系列的利好的消息告诉你股市要涨了 可是如果市场 还是我行我素的之后 对吧 就不出什么利好消息 我就闷头买了 就直接动真格的了 这个是挺挺长的 如果按照我们对于行情的判断来讲 那么从大概率的分析来讲 一浪三浪 刚才给大家对比了线端 限端的长度 时间空间都比五浪 要大 所以呢 我们一开始判断的是 急跌是不抄底的 要经历一个反弹 过渡到缓跌之后 然后呢 也判断市场应该这么走 也画了这个图形 我说这个市场大概率会这么走 也没说他一定会这么走 但是真正 进入到安全的区域 实际上是应该等到五浪的中后期 或者是末期 中后期呢就差时间 末期呢可能会差空间 但是空间和时间 对比整个的布局的角度来讲 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呢 我们昨天呢给了大家三个 近期可能会出现的操作的思路 第一 在中后期如果有确定性好的地点就直接卖了 第二 如果在末期 不用等确定性好的 确定性一般的地点可能也会卖了 第三 这两个都不出现的话趋势突破 我们也加仓买入 趋势突破也会买 因为它毕竟是走完一个五 150多天的下跌 就有可能全部结束 能理解吧 反正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买买买 但是前面不行啊 前面不行 前面我们不知道 前面我们不知道 一边在这 这个位置 大家看这张图 这个位置左边的位置跟右边的位置空间是一样的 可是呢前面下跌 我们不知道它能跌到哪 跌多久 跌多深 跌速有多快 我们不知道 但是经历归反一个反弹之后 然后再次到这 我们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 他如果再下下面就会有结构 有结构就会有安全感 能理解吧 所以这里呢跟前面就不一样了 前面我们说 大双周上周本周 没有双周就提前说 但是本周不好说下周 所以下周呢还是要做好买入准备了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间越来越近了 好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间越来越近了 那么我们无非就是 就是这个说 准备的买 然后如果市场就突然出什么利好 或者什么的 管理层出手就直接上去了 直接上去就用趋势就 趋势保护 趋势护航 问题也不太大 但是呢我其实明显的感觉到啊 管理层在这里是非常呵护这个市场的 所以往下深跌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小 你们能理解吗 以前呢都没觉得这个管理层这么呵护这个市场 但是最近的这些天 我感觉就差一天一道令了 就差一天一道令了 今天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关于这个 带股东和时空人进行减持的这个新规 是吧 但是 我因为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记得新规是对四种情况下是不允许减持了 大股东和时空人 第一种呢是 破发行价 破发 第二种呢是 低于净资产 破净 一个是破发第二是破净 第三个呢是 第三个是不分红 第四个是分红 低于净利润的最近三年的30%是吧 那我们今天也研究过这个 但是呢他他他这个新规是对大股东和时空人的 因为当时呢出了一个5%的一个股东 而且呢大股东和时空人他其实不在二级市场减持 他一般在大宗 在大宗那减持 他不在二级市场减持 然后大宗呢他一般有个折价率 你比方说现在10块钱他9块钱卖给大宗 就大要非减持的地方 然后呢大宗接完之后 还要锁一个锁一段时间然后再买 所以他这个会有一定的低价 折价 但是这个呢这个消息呢就直接在二级市场减持了 二级市场减持呢说什么 这个违反新规 我看新规 哎我说我还在想我说除非什么就这5%的 卖出的这个部分股份啊跟这个大股东是 一致行动人也就是大股东实际控制了 他才涉及到违反新规 然后来说立案调查呢 说是这个 在这个新一轮的立案呢就发现了他不涉及新规的问题 就是原来5%的那个那个问题 而且这个人呢是累贩 他买的时候超过50%需要举牌的 他没有举 然后呢 简呢也是需要 就类似于举牌的他也没有举 所以呢就是类似于 你之前你可以说不知道为什么又不知道 第二个呢就是说 是吧 我们明显的就感觉到呢就是近期的监管是严的 新规发布之后啊 新规发布之后 有大约55家上市公司的原定的 在二级市场 减持的计划的 搁置啊 搁置 那么有有有几家是吧 这些雏头鸟 然后 目前来讲呢就是处理的也算是雷利风行 因此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市场 就近期呵护这个市场的这个决心非常大 这个呢就就导致呢就是说 市场会不会 会不会 出现一些非常异常的走势 异常的走势就直接上去了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我们转过头来就想一下 我说规则呢对于这样的走势呢 还是能够防范 除非 还是能够防范啊 除非出现那种大幅跳空高开 可是大幅跳空高开的这个风险 就是这种风险 已经 在近期内我觉得不会出现了 他如果是国家对入场 他也是 涨上去而不是高开上去 能理解吗 如果只要是涨上去 我们的趋势就能够防范 踏空风险有效的防范踏空风险 所以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太大问题 好吧没有太大问题 我们就耐心点等着 能理解的答应 好吧 下面的时间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不买进去心不踏实是否 就明显的感觉到管理层就现在呢就非常呵护市场 但是呢这个各种情况我都考虑过了 觉得现在目前来讲呢问题不太大 我们还是等 等着好吧还是等着 国家队一般会买啥 国家队不会买太小的果 因为他考虑考虑流动性问题 市大行市大行市大行没有检视风险是吧 全都破镜 都打五折是不是 金额产十块现在五块 你想减持对不起 破镜按照新规是不允许减持的 所以所以银行基本都是这样 但是银行其实今年的涨幅还是 还是较大的 今年以来银行应该是第一吧 不是不是银行 银行不是第一 就是较大吧 前几名吧 老师是不是在想等我们按规则买进去然后国家再动手啊 嗯这么小问题 那得难死是吧 咱们呢也别这么指望 咱们呢就是不管国家最 动不动手 出不出什么利好消息 我们就还要我们自己原定的 方式来 好吧 我们一开始也是判断有反弹 那个大行线出了之后呢 虽然说是一个 高开大幅抵走的一个行线 大一些空间的一半 然后各个指数基本上也都 时间和空间都达到了 都达到了之后呢 我只我也没说他这个反弹就一定结束 我是说 他至少存在了结束的可能性 因为空间和时间我们 初步的计划呢是5天 然后一半 那绝大多数个股呢就是6天超过一半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基本满到了 满足了反弹的需求但是这个反弹不是我们要做的这个反弹 要领解啊就是我们不是想做这个反弹 这个反弹呢就是用来承接的 你跌速那么快你 你不来一个反弹怎么降速我 所以要想出结构必须都有反弹 所以我刚才举例啊说 左边的价格跟右边的价格一样 但是 右边那个价格他经历了反弹再往下 解构 也就代表了他有踏实感 左边的这 这没结构啊你这到底往下跌到多少是不知道的呀 这是区别啊 其实国家队已经动手了吗不知道 我没不要猜我估计他动手也不会说 你们能理解吗他动手也不会说 其实要我 给建议的话我也是 就建议不说对吧 不说 你就门头涨就完了 什么利好也不用出 涨个半年一年了 你看那个厂外资金进不进来 比如厂外资金 连国外的资金都得进来 就来个慢牛的吧天天涨 涨了他们全盟圈 传说国家最投入5万亿入市 这可能性 目前来看不大是吧 可能性不大 5万亿市场一共才95万亿 5万亿 就是说他有一个供求关系的问题 供求关系的问题 如果5万亿在某一个时点 那个供求关系就会被打破 5万亿还不够啊 哦 我是说可能性不大 好吧 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 这个没必要嘛 是吧 没必要嘛 我的建议呢 就是说 这个国家对他买入呢 他将来得卖储 你们能够讲 鼓励一些买入他不卖储的 你像那个社保基金 养老基金这些 你就买入之后 可能这50年 未来50年他都不卖 这多好啊 是不是大家想想 这多好啊 这才是及时啊 反正我们都等到现在了 再等等啊 再等等 但是下周不好说 本周呢 大概率没操作 这个呢 咱们都是提前判定 绝不适后组合 那么三周前的时候 未来两周 两周前的时候 未来两周 一周前的时候 未来一周 没有可操作性 但是呢 本周就不好说 下周没有可操作性 根据市场的表现 然后咱们再定吧 那下周开始就进入到 中后期的 中后期的 是吧 中后期的 中后期的 咱们其实等了 那么长时间也不容易 国家队账户是四人账户 不可能 上次的国家队是什么 汇捷和什么 两个公司 对吧 中央汇捷 还有什么 政筋是吧 怎么会有四人账户 想啥呢 反正每时间消耗一天 他就零末期月近了 对吧 不是中金 中金是那个 中金是一个证券公司 是吧 是中央汇捷公司 好像是 我忘了 对 汇捷和正金 是吧 中央汇捷和中央正金 但是你要看创业版纸书 那创业版纸书就一直 植物线创新 一直跌到现在 深层值也接近 那其他的指数呢 目前是二浪 不是下跌了 但是二浪走一个 二浪走一个一百多天 对吧 那肯定也是机会 机会非常明显的 这个五呢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抽 如果没有什么政策的 相关的因素呢 我觉得这个五呢 大概率还是比较好抽的 但现在呢 我说吧 这一天一个令啊 这个 我感觉 没见过是吧 没见过这种情况 九几年的时候啊 有过股市政策的 十三道金牌 还是什么的金牌 你们还记得吗 那得非常老的 顾名了 老的快掉牙的顾名了 九几年的时候 政策十三道金牌 好像是 还就是一天一令 不满你们说 我是灰金的 一直往股市里灰钱 好吧 你这叫充值战法 是的 十五道金牌 十二道金牌 我记得有一阵了 就是这样 一天一等 一天一个令 跌的还不听话 还不听话 咋说呢 你看那个利好的政策吧 都在下跌的时候出 上一次的两次进化税 是吧 2008年 从6124点跌到1600点 从6000点跌到1600点 在下跌的过程中 处理好 然后呢 都没有改变方向 不断的创新 两次利好 因为你知道利好的时候 它就已经高开 像这次也是 知道利好 它就已经高开 你如果按利好买入 那你不被套了 是吧 但是 下跌趋势里 处理好 高开低走 上升趋势里处理好 可能就会高开高走 可是上升趋势里 它不会处理好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它不会处理 它长得好好的 为什么还要处理好 对不对 是这个道理不 所以有人说 我们这个密集的出政策 为什么股市还不涨 下跌周期里 不处理好 下跌周期走完 它也进入到 也上涨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这波武浪走完了之后 将来也上涨 不用出什么利好 它也涨 牛市里不出什么利好 牛市里 很少有出利好的 对吧 2008年 那个998到624的是吧 那波行情里 涨到4000点的时候 管理层就觉得 这点位有点不可控了 股市的股值过高 对吧 然后就出台了 这个加硬化税 前面是一 加到前面是三 双向手去 那一个很贵的 结果呢 大幅低开 这波一样 这波是高开 主要高开 大幅低开 但是那次是低开 反弹下低走 但是没几天 就开始 是吧 不仅 4335冲过去 又干到了624 又涨2000点 但利好还是止不住 上升趋势 所以这个中国股市 到底是不是政策试 我其实能举特别多的例子 包括这一次 政策试那不就上去了 是不是 包括这一次 但是呢 我们说 股市有自身的规律 但是管理层呵护这个市场 然后呢 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这个作用呢 有点像 混沌学的蝴蝶的翅膀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我不是说 就是它起到的作用 在正确的时间里 会 会很厉害 尤其是这一次啊 就是 最近20年 我也没发现 就对吧 就像现在者的 一天一个例 最近20年 08天也没这样 可能那个时候吧 房地产市场是 支柱是吧 因为房地产市场 占GDP的比例 好像是1.5倍 美国是0.8倍 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的总市值是占了整个 美国GDP的好像是0.8 我们差不多 不是1.5 就是1.25 我们房地产市场 所占的经济比通太大了 那股市呢 又对比美国又特别小 所以呢 这个 美国就这两个嘛 也股市一个方式嘛 那么那么如果房地产市场的 经济拉动力不足 现在唯一启动的 可以启动的 就是股市 就是它 目前在整个经济的重要程度 和在这个时间点 时间节点的重要程度 是史无前例的 所以我们也 对吧 不难理解 为什么管理层在这个节点 这么合乎这个市场 我说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迎来 股市的 好热的 好热 那我就不想说 我一说你们就说我花饼 什么玩儿 我都懒得给你花饼 信不信 好了 16.06了 每天可操作性不大 我还忘了 下周呢 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最后买入准备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结束 谢谢大家 下周 比较 好 谢谢大家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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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高 高 高 大 大 00